蘇聯的這個制度 它國家不是也管得很多嗎 可是我說這情況就不一樣 蘇聯這個制度和美國這個制度的區別 不是選擇什麼的區別 而是能否選擇的區別 蘇聯人原來不能選擇 等到他們可以選擇了 他們也許就選擇了一個別的東西 當然最後他們選的東西 還是可能和美國不一樣的 現在的俄羅斯和美國還是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就比較有把握地可以說 俄羅斯文化和美國的文化到底如何如何 可是在斯大林時代你能這樣說嗎 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有選擇權了 但是他們最終選擇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就說這是文化不同 但是在選擇權不對等的情況下 我們要判斷文化的差異都是有問題的 我們要推出文化的優劣問題就更大 我們再有這個文化的優劣 推出未來的優劣 那就更不可行 所以我說 我們覺得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這個世界上 有些東西是好的 有些東西是壞的 是吧 我們希望一種進步 這個所謂進步就是 我們希望未來的世界比現在更好 未來的中國比現在更好 是吧 這個所謂進步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 所謂由壞到好的 這些客觀規律存在不存在呢 我覺得不存在 是吧 歷史可能會由壞到好 也可能由好到壞 也可能是循環 是吧 歷史必然進步 歷史必然要倒退 或者歷史必然要循環 是吧 所有這些必然恐怕都不能成立 是吧 那麼中國的未來要靠什麼呢 其實老實說 就是得靠我們的努力 是吧 正因為歷史的發展是不確定的 我們的努力才是有意義的 是吧 如果歷史必然要倒退 我們 我們的未來肯定要更糟糕 我們今天的努力還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們的未來肯定 雙王萬丈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睡覺 等著那一天好 是吧 其實正因為這是這個規 沒有這種規律 是吧 我們今天的努力才真正是有意義的 那麼這是關於這個發展的解釋問題 是吧 我覺得這個 用文化決定讀來做這種解釋是 是可能是 說服力是不大 最後我還要談一個問題 就是文明衝突的問題 是吧 我剛才講了 所謂文化 就是不同的價值偏好 是吧 不同的選擇 是吧 而不同的選擇 是吧 無論在哪個民族中 歸根結底 都是有一個一個的具體的人做出來的 是吧 這一點我覺得沒有什麼中西差異 是吧 因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 有一點是一樣的 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呢 是吧 因此 價值選擇歸根結底 都是每一個人的選擇 是吧 那麼每一個人的選擇 會不會與他人構成衝突呢 是吧 比如 我喜歡吃中餐 你喜歡吃西餐 這種飲食文化 會不會發生衝突呢 是吧 我覺得 我覺得 這涉及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 會不會對他人構成干擾 是吧 老實說 在有些情況下 一個人的行為 幾乎必然的會影響到另一個人 比如說 在一個家裡 是吧 我覺得 如果 兩口子 這個所謂文化差異很大 那 的確這個家庭是很難維持的 在這個問題上 這個 我相信文化會引起嚴重的衝突 是吧 假如 妻子只吃中餐 西餐一口不吃 丈夫是只吃西餐 中餐一口不吃 是吧 這個 妻子是狂熱的 伊斯蘭教徒 丈夫是狂熱的基督徒 是吧 這個 妻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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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用十字架 來代表一種審美 是吧 這個 丈夫 是喜歡用 比如說龍啊 鳳啊 來代表一種審美 家裡頭一旦有十字架 她就怒不可遏 是吧 那麼這種情況下 是吧 我覺得 這個家庭很難維持下去 是吧 當然這並不是說 異國家庭 異國婚姻 跨文化婚姻 就 就不能幸福 也可以幸福 前提是什麼呢 前提必須是 文化服從於愛情 是吧 兩方面肯定要妥協 是吧 不是 丈夫向妻子妥協 又是妻子向丈夫妥協 要嘛就是 兩個人都 向中間妥協 是吧 因為你們 這兩個人如果都捐持文化立場 是吧 恐怕這個婚姻就沒法維持了 是吧 但是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這兩個人的 個人行為幾乎是密不可分的 是吧 因為他們的生活是緊密的連在一起 但是我想 只要這個背景稍微拉開一點 如果是我的鄰居 那情況就大不一樣 是吧 我只吃中餐 他只吃西餐 如果我們兩個人做鄰居 這有什麼不可以 是吧 這就不會發生很大的衝突 是吧 當然你還可以說別的一些東西 是吧 比如說 如果我信基督教 你信天主教 不是 信伊斯蘭教 是吧 那麼我們要在這個社區 蓋一個 蓋一個 宗教建築 是吧 那麼到底蓋一個清真寺 還是蓋一個教堂呢 是吧 也許我們就打不成一致的一點 是吧 那麼好了 如果我們在不同的社區 那麼這個問題 就又可以化解 是吧 私生活的空間稍大 不同個人偏好的相容性 就明顯提高 導致家庭破裂的文化差異 在家庭之外的鄰居之間 通常就算不了什麼 到了社區之外的自由社會 這種相容應該是毫無問題的 是吧 因此我說啊 在世界上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種族文化構成最複雜的美國 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是吧 大家知道什麼叫美國人呢 是吧 有人說 所謂的美國人就是白人 有人說美國人是新教徒 有人說美國人是 是吧 英裔的 是吧 就是英國的移民 現在有一種說法 叫做Wasp 是吧 什麼叫做Wasp呢 就是那個 White 是吧 安格魯薩克遜人 白種新教徒 這是典型的所謂的美國人 是吧 那麼這種人在美國現在有多少呢 現在只佔總人口的7% 是吧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是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 如果要講主體 所謂主體民族的話 是吧 那其他是千差萬別 是吧 但是這並不妨礙 是吧 他們能夠共存於一個國家 現在有一種說法了 叫做民主和平論 是吧 說這個民主國家之間呢 是不可能產生戰爭的 是吧 那麼這些人 曾經舉過一些理由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 在 事實上 你可以舉一些例子 但是 在邏輯上 你是很難證明的 是吧 呃 我可以說啊 所謂民主是什麼意思呢 民主就是 這麼一種制度 它可以保證 所謂的國家利益 就是國民利益 而不是統治者的利益 是吧 如果不民主 你就不能做到這一點 但是 也僅此而已 是吧 民主不能做到 不同國家的 國民利益之間 沒有衝突的 是吧 呃 假如說 在一個沙漠裡頭 只有一眼泉水 是吧 這個泉水正好在兩個 民主國家的邊界上 是吧 那麼這兩個民主國家 完全可能為這一眼泉水 打一仗 而且 戰爭動員 在民主制度下 會非常有效 是吧 因為這兩個國家 都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說 佔領這一眼泉 對我們全國人民的利益來講 至關重要 是吧 全國人民 可以為此而獻身 是吧 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行的 是吧 我們完全可以 以爭奪這一點泉水為理由 進行戰爭動員 是吧 那麼對於一個專制國家來講 那發生 發動戰爭的理由就很簡單 是吧 只要 統治者 想 就可以 是吧 那麼現在我要問了 如果在一個本國實行宗教自由的國家 他能不能以 宗教為理由發動一場所謂文明衝突呢 是吧 大家知道 我剛才講了 布什說 他曾經有一次講過 在談伊拉克問題的時候提到十字軍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十字軍是不會在自己內部實行宗教自由的 我們 我剛才講的那個比喻 是吧 這個民主國家可以說 為了意願 對於我們全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泉水 是吧 我們可以發動一場戰爭 但是 我們現在要發動一場 戰爭 為的是 另一個國家的人 不信某個宗教 比如說 不信基督教 可是 我們國家自己的國民 完全可以 不信這個宗教 那你有理由發動這樣的戰爭嗎 是吧 假如這個 你有這個理由 首先你們國家的國民 你首先是必須要信這個宗教 否則你怎麼有理由發動這個戰爭 是吧 我現在發動一場捍衛基督教 聲討異教徒的戰爭 但是我自己的國民 是可以不信基督教的 是吧 是可以當異教徒的 是吧 那我發動這場戰爭的動員 理由何在呢 是吧 假定這個國家又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怎麼能讓大家相信 是吧 投下這一票 是吧 證明發動這個戰爭 是可能的呢 是吧 所以我說啊 現實的國際社會很不太平 不太平的原因就是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世界政府的 是吧 我們只有民族國家 這個民族國家 不管實行什麼制度 它的代表性可能強可能弱 但是只能代表本國的國民 是吧 一個民族國家 它可以代表本國的國民 但是 它不是其他國家的人選出來的 是吧 所以它當然也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人的授權 是吧 因此它當然不能代表其他國家的人 是吧 那麼 當然就不能 就不能避免 是吧 統治者可能是自私的 人民也可能是自私的 是吧 美國人民 他也會為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利益 是吧 去追求一種霸權 是吧 而去和異教徒作戰 是吧 我覺得 這個恐怕在邏輯上 是吧 恐怕就很難說 是吧 因此 我覺得啊 是吧 我們現在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這個國際秩序 最關鍵的一點是 是吧 不同國民的利益之間 可以有一種正常的博弈機制 是吧 誰都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強加於別人 是吧 呃 但是 這個 國際秩序 它最大的 方案 是吧 它最大的方案 恐怕並不是什麼文化差異 是吧 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 把在一個國家內 能夠解決文化多元共存的那種體制 是吧 放到一個全世界的背景下 那麼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